歡迎收看 媽媽好神 歡迎收看 媽媽好神 一開始就生病 抓出孩子的發病地雷 她每天都很痛恨去上課 結果之後呢 老實說她從來沒有在 集中大破壁 反校日那一天 呼吸不太過來的感覺 然後醫生就說 那可能是灰塵引發的 那個教室 經過一個暑假沒有去開封 一開一個時候進去打散 整個塵蠻就這樣子影響 小朋友影響很大 開學的時候確實是一個大問題 同學白白種 細菌病毒也白白種 對 在互相交流 互相學習 開學會害孩子生病 到底兇手是誰 今天節目邀請到六位好神媽媽 探討孩子開學 救生病的背後原因 是什麼害小孩的腸胃 和過敏好不了 精彩內容馬上開始 孩子這個放假一段時間之後 真的有一些到開學 她的情緒會轉變很低 然後那天有一個媽媽 這個爸爸媽媽 帶了小朋友來看我 那天是已經上學了 所以那天早上 她就請假來看我 那一些小小的問題 她肚子痛啊 什麼這個 最近一直吃手 還有她最近就是 一直會想尿尿 然後就是最近就是特別批 類似這樣的狀況 我說她大概心情不好這樣子 好啦 那解釋完之後 她們就要出去了 那小朋友說 去哪裡 待會兒就是我們要去一個地方 就是妳喜歡的地方 就在我們 就在整間外面哭很大聲 我就好可憐 她的壓力來源 大概很明顯的 任何人都知道 就是上學 尤其老實說 像有些是那個接軌 比方說幼稚園到小學 或是小學到中學那種 或者是他們有時候 要換班的時候 我覺得連我們自己都緊張 對不對 對 更換小朋友 是 所以一剛開始 最常遇到的狀況就是 常常出問題 真的 對 腸道會有問題 小朋友沒有開學之後 成立又有哪些狀況 讓一個頭兩個大的腸位問題 有沒有 其實我本人小的 我小的那個個性 比較古怪一點 黃醫師知道 你看 她其實她從小 七個月她就開始便祕 而且她甚至剛裂過 我就發現原來她是 心裡不敢大便 她害怕大便 所以我常常是 一尿布打開 然後這樣子 接住她大便 隨時都在接她大便 你知道 雙手 真的 對 因為為什麼 為什麼不用尿布接啊 不是 因為她只要一包尿布 她就不敢大便 她有潔癖 我也不知道耶 然後結果呢 之後去上課了 你知道嗎 完了 她心裡壓力 實在因素太大 我真的沒有想到有這一點 因為我想說 她已經接尿布了 應該已經沒事了 結果呢 她每天都很痛恨去上課 上課都會哭哭哭 然後可是回來又很開心 對不對 幾歲時候她要下去 她就三月開始上 今年三月 中班嗎 還是小班 沒有 幼幼班 可是她就上半天 她上半天 我想說先試水溫看看 先玩一下 對啊 然後結果之後呢 老師說她從來沒有在學校大過便 她就是不敢 老師有問她說 妳要不要上廁所 她又說我不要 妳要教老師啊 跟老師說妳就把它尿布打開手 用手機 老師妳就要走 妳要走 妳到底是我多少學費要 我要做這件事情 只有爸爸媽媽有這種功力 對不對 一般人真的做不到 對啊 然後結果之後回來呢 她每天都有要上廁所 可是呢 就變成一顆一顆那種 好像羊大便 好像羊大便 對啊 這也算便秘對不對 對 我就覺得她一上學 好像她的就會很緊張 因為她跟同學好像 就會有點害怕 這新環境的 對啊 像我女兒跟欣賢的女兒 就剛好相反 她是大太多 對 妳知道這一天開學的時候 她笑秘密很開心 妳這樣進學校 一點都沒有 對 她沒有出 沒有 一點都沒有去看媽媽 搞見我弄什麼十八相送的劇情 我還覺得 媽 妳可以回家了 對 媽媽 妳可以回家了 這個不理性也會碎 對 就無情無意地下來 誰知道放學的時候 老師一看到我老師就說 媽媽 那個小朋友平常在家裡面 是不是都便秘啊 我說怎麼了 她說 因為她這樣短短幾個小時 已經大了三十 而且每次都超多的 對 對 對 所以這很想法 對 你們兩個這樣 學校我都想去 對 老師很好笑 她就說媽媽 妳要不要回家觀察 她是不是拉肚子還是怎麼樣 她是太放鬆了嗎 碰到 我就真的回家觀察幾天 她除了早上吃完早餐 跟晚上吃完晚餐 她真的在學還要大三四 一天就等於大了五次 不知道是不是大太多的關係 她吃也吃超多 不曉得是不是表現 她體重呢 她體重呢 我先問一下 一天大五次 算是心情影響到她的腸胃嗎 是 太快了 其實一般來說 我們排便的次數 就是 所以大了的話 我們一天不要超過三次 通常因為那個 一個反射 吃了東西以後會有一個 胃促腸的反射 所以飯後妳會想要去上大號 所以早 中 晚 都是餐後會有一次 所以這個 忽然間換了一個環境 有可能是 壓力大了一點 緊張對不對 所以小孩子也不會講 對 所以其實我們大家 剛剛媽媽在討論 開學的時候確實是一個大問題 對 因為它就是一個壓力 所以基於這個壓力的原則 第二個就是 飲食改變的原因 所以可能會引起一些 腸胃的問題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小朋友 他腸胃不好的現象 就比較容易打嗝 或常跟妳講肚子好脹 或想吐 胃口不太好 都有可能是 那第二個就是 比較容易腹瀉 或者便祕 這兩個都有可能 有的人表現就是拉肚子 對 有的人表現就是便祕 比較容易過敏 比較常生病 活動力也比較差 比較容易疲勞 可能在家裡都好好的 去學校 活動比較多 所以比較累 當然慢慢適應是會改善 所以大概有這些現象 可是美甄寧小孩 是去年上小醫對不對 對 這個結婚的過程 其實會很緊張 而且媽媽也很緊張吧 幼稚園上小醫 我覺得媽媽緊張 小孩也緊張 對啊 因為其實小學生的作息 跟幼稚園生 是完全不一樣的 剛上小學的時候 我就問我女兒說 從星期一問到星期五 發現 我就好緊張 就星期五晚上吃完晚餐 她突然捧著肚子說 媽媽我肚子好痛喔 我還想說是 我做的東西不乾淨嗎 然後會不會腸胃炎 馬上帶去診所看 然後醫生就把她摸一摸肚子 她說 媽媽我覺得 女兒這個都是大便 媽媽 她就說 我建議是晚餐啦 晚餐的話 應該晚出來 就是馬上會改 小朋友晚餐她OK嗎 會不會很痛啊 OK 所以是連我 然後診所兩個護理師 三個人把她 就是抱起來 然後這樣子 把她晚餐 可是真的 晚餐是真的 她馬上肚子就鮮 就是去上完廁所 馬上就消了 就舒服了 可是 然後我就開學 真的超惱人的 媽媽緊張 小孩緊張 吃得少又大不出來 壓力好大 我覺得我應該是 屬於媽媽界裡面 真的很天兵的 有一次就是 我就跟那個老師在聊天 老師就說 那個我發現妳女兒就是 在課堂上 都會一直跑廁所 然後我就問那個老師 那老師妳們最近是 妳們 開始有給學生 什麼樣子的功課壓力 會怎麼樣嗎 然後老師就說 說要功課壓力 因為女兒不會 啵啵啵啵啵 我說是 我說妳讀功誘 是 怎麼了 然後她說 媽媽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全班的 小孩子 啵啵啵啵啵 超厲害的 然後我進度就變快了 對 然後我們基本上 我們幼稚園 只會用兩個 兩個月的時間 是不是 我也忘了 小學是十週 十週把啵啵啵啵啵 大家十週 妳看我也忘記了 對 她說就是這樣 我說 我說十週 我說十週妳叫我來學 我都不見得學得會 你知道 然後我就 然後我大概就可以知道說 她可能是什麼樣子的壓力之下 變這樣 然後我就跟老師講 我說老師是這樣子的 我不是一個很在乎 我小孩子成績的人 我只在乎她 來學校開不開心 我說 她說 但是如果妳在乎 妳要讓我知道 那老師就說 不然這樣我們來試看看好了 就說我請 因為她有個實習老師在 她說我請那個實習老師 每天早上 就是教她半個小時的 那也不錯 對 然後我們來看看 這段時間 對 我就說 遇到一個很好的老師 然後她說 但是 妳要想到一個重點了 原來 而且老師拐個彎也知道 因為 不錯嘛 提早半小時 對 那我覺得人家都願意這樣做 對 那我就覺得 就真的有差 就是 她就會 因為那老師仁凱都跟我講說 今天得以只去廁所幾次 她就會告訴我 然後我就發現那個數字 很細心耶 這老師 對 然後之後變成就是 固定就是下課 然後上廁所 很棒 對 所以我就覺得說 因為 當然我覺得那個小孩子 換一個新的環境 或者同儕 他都要 原來我就遇到一個好老師 對 我就 問題就迎熱而見了 而且其實搞不好小朋友 有學習的樂趣 對 或許這樣子老師也有幫助到他 有 我覺得 可是其實像那種開學的時候 容易有腸胃問題 這個算是 心理影響到生理對不對 那還會有其他哪些狀況 第一個 那除了腸胃痛的話 我們常會遇到的是 我的手腳也會痛 關節也會痛 對 但事實上 是不是真的痛 對 因為你都要去瞭解 相當不要馬上就認為 他在找藉口 那這屬於生理現象 然後開始衍生出來的是 情緒的問題 有些孩子會開始愛發脾氣 情緒很糟糕 那其實這都是孩子 在釋放一種訊息告訴你 我現在對 現在的環境 現在的壓力 我沒辦法處理 我需要求救 可是孩子不知道該怎麼說 因為真的會一說 就認為你又在找藉口 對 再來 那反過來呢 無精打采的 我在家裡乾脆 我就上學這件事情 孩子面對自己的情緒 面對自己的狀況 他其實也很焦慮 那最好的方法 我就在家裡 就不要出門 或許比較安心一點 所以早上就會賴床 所以要建立孩子的這種 上學的動機興趣 是很重要的 那有沒有這種開學症候群 真的小朋友腸胃很嚴重 然後會有一些什麼 比較不好的例子 因為可能要注意的是 有時候開學症候群 照到應該是一陣子 短時間 對 會一直出現 但如果他常常這樣 你可能就要考慮 因為之前呢 有一個小朋友是這樣 那個他一開始 可能本來就像 我們那個新年的小朋友 在家裡本來就有一點點便秘 但是勉強還是 我還是發出來 雖然便便比較硬或什麼 沒有那麼規律 但是還是有 然後後來呢 他就是開學之後呢 媽媽一開始 不知道他遇到那些問題 只是覺得很奇怪 他有一陣子開始呢 每次到第二堂課 經過老師就會打電話來 就說他肚子很痛 然後非常痛 而且是真的痛到會臉 冒冷漠那一種 然後就像媽媽 可能說來的接小孩 那前一兩次接的時候 就發現好像是 因為他便秘的問題也很嚴重 那便秘變起來也會痛 那他真的就痛 然後趕快就送去醫院 然後就覺得很奇怪了 便秘以前也沒那麼嚴重 怎麼這次這麼嚴重 然後就幾乎媽媽說 那一個月 持續幾乎每個禮拜 都會有兩三天 在第二三節課 就得去接他回來 然後就是肚子痛 痛下去 然後我想說奇怪 他也是真心有便秘 那真心也是肚子痛 但是怎麼會這樣 都不會好了 以前沒這麼嚴重 而且時間很準 都是在第二堂課 對 他差不多就那時候 就發作了 後來一問才發現你知道嗎 就是他不是本來便秘 就有一點 然後他去上學之後 小學生 然後有一次去上學的時候 不知道怎樣 剛好在他後面上學的那個 上廁所那個男孩子就說 你大便好錯喔 然後露出來就跟大家說 誰大便好錯 這個很過分耶 誰大便不錯 所以是後來他一直問一直問 一直問媽媽想說怎麼回事 就是已經一個月兩個月都持續 一天到晚每個 你幾乎都在肚子痛直接回家 後來才知道 他一直都沒有改善 並不是說我今天給他食物改變啊 開始吃一些軟便經過改善 是因為他根本的問題沒有解決 他覺得大家覺得他大便很臭 不過剛才講 每一天第二堂課都肚子痛 我倒是有另外一個鑑別診斷 就是 因為乳糖不耐不見得是 初生一定沒有嘛 人生當中什麼時候開始乳糖不耐 你可能也不知道 那他因為早上喝牛奶 然後第二堂課就開始肚子痛 早上喝牛奶 時間算得差不多 有喝的那幾天就肚子痛 沒喝的那幾天就不痛 你沒有講你不會想到 真的耶 因為以前沒有嘛 對 你都這麼想以前沒有啊 過了一段時間 然後醫生才會想到這件事情 然後問一下 有可能 所以媽媽也可以想一想 到底是什麼狀況 對 不過再做都還OK 只有一個五寶嗎 我跟你講 妳怎麼撐過來了 她很忙耶 真的 她忙慘了 一年不忙 妳每一年都在忙耶 妳現在是四個小孩 都上課對不對 對 都上課 然後像剛剛丁寧姐分享到的 我覺得我們家 有遇到的狀況 我們家的那個大寶 他剛生小一的時候 他們班的班導就是 全校出了名的嚴格 他那種就是 然後他非常的嚴格 他也是在 還沒有開學前的暑假 就已經先約談我說 那你們家的寶貝 因為是公佑的 所以我很怕他開學 會跟不上私幼的進度 所以他就是 暑期的時候就已經 先幫我的孩子先補習 那不是 可是 可是公佑的孩子受不了啊 我家的大寶就受不了 他那時候開學的時候 他每天回來都跟我要 兩碗的點心吃 吃完每隔半小時就說 媽媽 我要吃晚餐了 然後我就想說 哇 妳的食量怎麼變這麼大 妳是在學校都有在運動嗎 壓力很大 但沒有喔 他就說他們就是 一直在那邊寫功課 因為他們老師比較嚴格 然後我想說 妳該不會是因為壓力太大 在靠吃紓壓吧 然後我就有觀察到 每逢他開學的時候 食量都特別大 大到就是 他睡前就會說 媽媽我 不舒服 就睡不下去 然後我想說 那要怎麼幫他 促進他的消化 這樣他才比較好睡 然後我之前有看過 日本有一個節目 有介紹很有趣的方法 他說妳可以在飯前或飯後 兩小時 就是不要在飯後一小時內 妳可以趴著 讓腸道可以就是承受壓力 然後去促進那個 就可以幫助消化 重點是我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飲食方面 我就讓他吃非常多的 帶皮水果 就是他的 就是他那個點心時間 我把它換成帶皮水果 因為他有很多 那個非水溶性的膳食纖維 所以可以幫助腸道蠕動 然後我就有發現 他如果吃大概一大碗的藍莓 他就可以幫助他排排 那滿好解決他的問題 對 像我是覺得開學中 因為小學生的行程都很緊湊 然後所以吃飯時間都不太夠 所以我覺得調整腸味道就很重要 像我女兒可能早餐午餐吃不太夠 下午的時候她回來就說 媽媽我要吃點心 可是我一開始會給她吃麵包 但我覺得發現吃麵包是脹 然後等到她吃晚餐的時候 她反正正餐吃不下 所以後來就調整給她吃 然後我發現吃優格加麥片的點心的話 她吃完晚餐 就很容易在固定的時間會大好 然後 而且我還會給她喝那個 對 一次就是100CC 那因為小朋友怕酸嘛 我就給她調淡一點 就200CC這樣喝 這還沒有完 我的SOP還沒走完 最後呢 睡前儀式也很重要 像我睡前的話 就會給我女兒用那個 專門是幫你刺激腸味道的精油 像她有一些什麼生薑啊 茴香啊這些 就是讓她按摩 就是輕輕地幫她按摩 這樣她的話就是每天都會很順暢 肚子清空人就輕鬆 真的 其實只要小孩大便媽媽就沒事 對 我也是這種感覺 對 她順暢我們就開心了 對 而且其實這些媽媽都還滿感謝 她們的方法不錯吧 就是那一種藍莓啊 或者是趴著 我覺得怪怪的 趴著 趴著有些人會不舒服 因為直接去 對 我們胃就在上方嘛 所以你壓著它 有時候真的會不舒服 所以這個可能 不是每一個人都適用 那按摩的話是OK的嗎 按摩可以 從右下腹 順時針這樣按是可以的 因為我們的大腸 是從右下腹開始 所以上來再橫過來再下去 這樣順時針按是可以的 所以我大概提醒 就是說假設真的要處理這個方法 我建議 大概有幾個方法 最重要的第一件事 其實大家都要講是壓力的問題 所以如何跟小朋友去保證說 這是一個安全的環境 我跟老師講好了 所以讓他紓壓 我想這是第一個 帶他到老師面前交給他 讓他放心 那麼第二件事情是 我們現在特別 學校一直在推這個 85210 一天八個小時的睡眠 一定要夠 那85210的 5210是什麼意思 那個5是天天舞梳果 那2是回到家裡的時候 坐在電腦 電視 電玩 手機前面小於兩小時 OK 那1呢 是每天要運動一個小時 那這個0呢 是所有的飲料 只能喝0卡飲料 那剩下的還有五件事情 我們便便裡面 80%是水分 是 所以小孩子水要喝得夠 那麼第二個 剛剛我媽媽講的這個 因為我們便便 百分之80水分 另外百分之10呢 其實是纖維 所以青菜水果量一定要夠 那另外百分之10是什麼 是益生菌 是腸道的菌蟲 所以有時候 像剛剛喝優酪乳是對的 那確實有幫忙 再來最後倒數 第二個呢 是要做一點運動 因為運動就跟你去按摩一樣 它有會這樣促進運動 對 最後一節最重要 有變異一定要去 我想你就可以避免小孩子 因為上學而造成腸胃的不舒服 852110 852110 記起來記起 852110 這媽呢 像我兒子 她是真的很不喜歡上學 因為她就覺得說 上學很多規定啊 就沒有像家裡那麼自由 然後加上我家就是 很多玩具 她就很像遊樂園一樣 她就更覺得說 待在家裡比較好 那就是前陣子呢 就是剛放假完畢 然後準備去上學的第一天 我就發現說不對勁 因為她平常早餐 都要吃兩個蛋餅 她才會飽喔 然後結果她那天 她蛋餅就吃一兩口 她就說 然後就把碗推開 很像大人心情不好 吃不下的東西 那種感覺有沒有 然後後來到中午啊 在學校 她就反胃這樣 然後吐出來一點點 我就趕快去學校接她 我想說是怎樣 學校東西不乾淨 吃壞肚子喔 然後可是一帶回家 活蹦亂跳 又來了 又來了 然後養著演技派的 晚餐吃超多 我就說你會有故事 她說媽媽沒有啊 然後狂吃兩碗 但是隔天又繼續 早上不吃 然後中午乾藕 就是她乾藕 這個會讓我比較擔心 然後就持續了大概一個禮拜 她等於說 幾乎都只有吃到晚餐而已 然後我就聽中醫師講說 會開胃 對 所以我就讓她吃鮮渣餅 就每天大概吃個兩三顆這樣子 她真的就是飯有吃比較多 就心情感覺比較開朗這樣 然後後來 還有我朋友就分享我一個招 就是她一直跟我強烈推薦說 非常好用 她說妳就給妳小朋友喝 西普利明液就好啦 那是嗎 那我就聽到了 我就嚇到 我就說真的嗎 她說對 我小朋友每天都有喝 然後就 每天啊 房醫師會喝 飯都吃很多 而且她說是醫生開給她的 然後但是我聽到這個 我就有點 我就是有點嚇到 想說怎麼會這樣 但是因為我就是有點 有點 所以這個方法有點質疑 那加上還是 我會思考 而且她會擔心說 會有試睡 對啊 會擔心說會有試睡 她今天先打得下 你諮詢黃醫師 黃醫師說OK 她就要吃 人家也是到學禮開大對不對 因為西普利明真的會試睡 所以就是怕說吃的會不好 所以我還是沒有嘗試 因為她還是要 對啊 想說我要吃黃醫生 有10%的小孩 吃四十一 她那個胃口會大開 只有10% 所以以前的醫生 有的時候就會試試看 那如果中標 你就變神醫這樣 就是你吃了 然後回去吃好多讚這樣 所以醫生就很享受這個過程 但是新一代的醫生 比較不太愛這樣做 就像你們剛剛講的一樣 畢竟它是抗主治安 對啊 也有一些會影響到你的專注力 還有你的試睡的症狀 可能隨著年齡就會漸漸跑出來 再加上那個促進食慾的效果 也會漸漸的就沒效了 所以我想大概 偶爾拿來救救急是可以的 但是基本上它是治標不治本 那鮮渣這個東西 如果它今天這個鮮渣 沒有加一些添加物的話 也許就應該是還滿OK的 但你知道鮮渣很多種不同型態 對 有這種的 那樣的話其實也許 它就會有反效果 不過因為肝偶 所以你可能會有點緊張 因為還是情緒造成 那你媽媽怎麼做 才不會讓小孩 有開學症候群 然後有這些什麼 腸胃不舒服 心情不美麗的狀況 之所以會有開學症候群 最主要就是環境的改變 你本來在放假的時候 是很放鬆的 是 結果一到開學 那個壓力就來 那個落差太大 會造成這樣的問題 所以我們還是建議 在放假的時候 你還不能完全就鬆懈掉 你還是要讓孩子 訂定一個基本的規則 還是生活要有規律 當然不用像上學一樣 可以要那麼早起床 然後什麼時候吃飯 有點彈性 讓孩子可以放鬆 第二個 尤其是在開學前 兩個禮拜 你不要再去安排那種大活動 所以你讓孩子 從事一些靜態 比如說桌遊 或者你真的讓孩子去學一些 將來會用到的一些知識 或者是開始練毛筆字 那其實都可以的 再來 遇到開學的時候 媽媽就開始關心孩子了 除了關心你的腸胃問題以外 關心你每天的學習狀況 所以你對孩子反而變得 特別的嚴格 或是建立太高的期望 所以你讓這一個開學症候群 也會產生出來 可是真的開學的時候 真的有很多的狀況對不對 像剛剛之前講的 就是那些腸胃部署 還有一些其實會 過敏也越來越嚴重 小朋友平常會有一些 過敏的狀況 然後開學之後 反而更嚴重的人 有 像我女兒 她就是有異味性皮膚炎 然後她上一次發作 是在她嬰兒時期 大概六七個月的時候 她就是臉紅紅 然後手肘這邊紅紅 但是我那時候帶去看醫生 醫生就說 她還不算太嚴重 她就說你就是多用保濕的 然後減少清潔劑 然後她真的也就慢慢好了 結果去年上小學 我女兒就是個性是那種 完美主義者 她整個就是 異味性皮膚炎大爆發 對 她一下課回來 就手肘這邊已經抓紅一塊 然後就背後 已經被她抓到那種 一條一條的指甲痕 而且更嚴重的是 她半月會被自己養到哭醒 對 我想說她到底在學校 發生什麼事 但我去學校她老師人很好 但是我就覺得 可能是因為她 換了新的環境 換了新的老師 然後也換了一些 學習的方式 因為幼稚園的時候 是蒙特索利 就是比較自由的方式 上小學是 妳要坐在那邊 聽老師講課 對 結果整個就太緊張 就讓她過敏大爆發 心童的女兒是 其實已傳到爸爸對不對 對 她其實一直都有 鼻子過敏的問題 不知道是不是已傳到爸爸 因為他爸爸有 過敏性鼻炎跟鼻痘炎 對 然後她 像她早上起來 打噴嚏流鼻涕 鼻涕醒不完 那是基本犯的 然後眼睛癢 鼻子癢 會去抓 但是其實也沒有 對生活造成 就是非常大的影響 但是 就是平常都睡得還算安穩 但是開學之後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常生病的關係 她會鼻涕倒流 然後有的時候 甚至鼻血倒流 這樣翻來翻去 對 鬼喉鬼叫 就是睡不好 然後早上醒來 就是 醒一大堆那個 已經發黃的鼻涕 要不然就是 倒流進去 我第一次把她那個血柱 從鼻子這樣拉出來的時候 我整個嚇死了 然後就變成說是 我潛眠了 因為我很怕她那個鼻血流進去 對 對 在氣管那邊凝固 然後就不能呼吸 所以我晚上到時不時 起來看她一下 看她那個呼吸還有沒有正常 其實真的很驕傲 我會這麼在意 都是因為我們希望 能夠睡個好覺 對 媽媽希望睡個好覺 對 所以其實像這種狀況 就是開學之後 她的過敏反而會 越來越嚴重 她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是傳染嗎還是 對 我想開學 還是有一個非常大的環境的改變 對 你整個暑假都在家裡 那現在一到學校去 改變了幾件事情 她接觸到很多同學 是 對 互相交流 互相學習 所以交了結果可能 那個病毒對這個小朋友沒事 可是到你小朋友身上 就出問題了 對 所以因為太多的 太多的同學 那再來是學校那個環境 經過一整個暑假 可能都沒碰 那些塵蠻一起來 可能就出問題了 對 所以是因為環境改變的關係 所以讓她的免疫力 也可能開始出問題了 所以我這倒想起來說 黃醫師 我們為什麼 這幾年台灣的過敏額 變得這麼多 我們小時候覺得沒那麼多 可是現在增加好幾倍 對 而且我們吃的東西 也有問題 我們現在吃的東西 沒有這麼自然 對 對 所以阿開老師 還有哪些狀況 就是真的孩子開學以後 哪些行為 會讓小朋友更容易過 我們真的很在意的 就是環境的改變 所以那個教室 你經過一個暑假 沒有去開封 然後一開的時候 進去打掃 對 那個掃把一掃 或者電風扇一吹 冷氣一開 整個塵蠻就這樣子 影響小朋友 影響很大 對 而且這個冷氣一開 小朋友 你看這種天氣 還是會滿熱的 是啊 所以孩子一到學校去 爸媽媽沒管到了 又有同學 一下課就出去玩 玩得滿身大汗 然後現在都顧到小孩 所以冷氣開著 所以一進教室 冷氣一開 不要說感冒那種過敏的現象 都越來越嚴重 對 像我家的餓寶 他今年的寒假開學就是這樣 他就是到學校 返校日那一天 他不到半天 通常都是半天就是放學 不到半天 第二節課老師 就打電話給我說 嚴重了吧 所以因為是餓寶 我就嚇一跳 我說怎麼了嗎 他就說他發現 他就是好像有一點 然後就是他們腹肌的 對 然後他就說 小孩子說頭很痛什麼的 他說我們去急診室 急診室醫生 就幫我們問診 他就問說小朋友 你是怎麼了 他就說沒有 他就今天打掃 一開始先去被分配到 打掃窗戶的工作 他就掃那個溝槽的時候 有灰塵他就有在打噴嚏了 然後接著 再擦黑板 偏偏我家的餓寶 他是有過敏體 對 所以他就說 他從掃完黑板 然後戴口罩之後 他就已經開始頭很痛 受不了一直在咳 所以醫生就說 那可能是灰塵引發的 那他就先給他吸藥 然後叫我帶那個 支氣管過創劑回去給他吸 結果我帶回去的時候 我慌了 因為我第一次收到那一瓶藥 就是氣喘的病患會用的 然後我就請我家寶貝說 你嘴巴就張開 他們說壓下去之後 然後嘴巴就是要含住湯 慢慢地吸 但是一噴進去 我家的小孩下班 就餓寶他就下班 然後我想說 死定了這大半夜 我要去哪裡 就是弄像醫院一樣的罩子 去給他吸 我就趕快就是摳 陳慕容醫生說救命 他說你趕快拿一個紙杯 他就教我用紙杯 做一個支氣管擴張 記得 罩子嗎 對 他就說在紙杯畫一個十字 然後他就用這個藥這樣穿過去 然後要按下去的時候 他就說你就完全密合著 然後他就可以慢慢地 在裡面吸那個藥劑 然後他就真的平緩下來 我真的覺得就是 好招 真的 因為他就吸完以後 真的就不喘了 不然我真的快嚇死 他喘到我覺得他快不能呼吸 好苦喔 不過還是要強調一下 這個感謝慕容醫師的大急救 可是這個是全民之計啦 就是紙杯這一招是 因為你那個三天半夜 因為半夜嘛 不然原則上我們還是希望 你用比較專業的西藥服飾器 因為紙杯 畢竟它還是藥會黏在紙杯上 但是吳寶媽剛剛一開始講的 那個電視劇裡面演的 直接喊是錯的 可是我覺得有時候 小朋友那個開學以後 尤其是九月的這一波 對 有時候因為剛剛好遇到 那個季節交替 然後有一些病毒也開始出現 所以有時候家長第一時間 也很難確認說 他到底是發生什麼狀況 因為有時候小朋友一開始 就開始輪流感冒了 因為一去就交流 那之前有一個媽媽是說 她那個小朋友一開始 她想說奇怪了 該感冒 哪有感冒這麼久 兩個禮拜也都不會好 後來才發現說 對 她那時候只是覺得 她這一次感冒怎麼這麼久 然後一開始就這樣 後來發現是氣喘 氣喘就好不容易 就開始控制之後 想說奇怪了 也有也覺得 她以前沒有那麼嚴重 想說這樣緊急 緊急把她控制住 應該就OK了 不要理她 結果沒想到眉骨多久 又來了 又出現這樣的症狀 她媽也想說又 到底是感冒還是氣喘 又分不清楚 結果在去醫生 醫生說她應該又氣喘 原來他們的學校 附近有一棟舊樓在拆 那她每次那個風向 如果那個的話 就會到她每次 她剛剛好呢 就是這樣的體質的小孩 那以前可能沒有 沒有那種環境 可以接觸到那麼大量的 不知道塵蚊或黴菌系列的 因為她那個舊房子拆的時候 會有很多東西 所以她剛好那段時間 就一直有這樣的東西飄進去 然後她一直就中標 對 所以她就只好說 原來是有環境因素 所以她控制不好 所以我覺得她特別注意 如果她真的控制得很差 可能要注意她 有沒有可能是會接觸到什麼樣子 那個女孩進來了 發現我女兒的招很厲害 就是因為她每次開學的時候 她有這個症狀 就開始這邊癢很厲害 原本也是大概 她那時候發病之前 是大概幼稚園的時候 這就從來沒有過 因為去學了游游 因為聽醫生的話 好好運動學用 都好了 沒問題了 就小醫的時候又開始了 又開始亂抓 亂什麼的 那因為我也聽醫生的話 因為醫生就說 那我們當然希望不要用 用最自然的方法 所以我就會習慣給小孩子 就是如果她在癢或什麼 我就給她 當然就是保濕的做好 然後 然後我就發現她那個 抓得比較不會那麼嚴重 好 結果她開學的時候 就是剛開始的時候 我就這樣抓 然後過一次她突然 比較 老師沒有打電話來講 說在課堂上抓到什麼 哭或什麼的 然後我就覺得不錯 表示進步了 可能就是比較沒有壓力了 結果有一天我去買飯糰 我就在那邊排隊 然後結果後面 就有一個媽媽說 妳是誰的媽媽 我說對啊 她說我是那個保健師的志工 她說 妳女兒常常來我們保健師 我說真的嗎 衝人水長 我說 妳去保健師幹什麼呢 要冰塊 要冰塊 她說妳女兒每一節下課 都到保健師來拿冰塊 因為她說她過敏又開始癢了 媽媽說要這樣好聰明喔 所以她拿到保健師在冰塊 然後就突然保健師 吹冷氣 然後弄個冰塊 她說她美睫 所以保健師 美的志工媽媽跟阿姨 都好喜歡她 對啊 姐姐問 我女兒的求生能力好強喔 對啊 她勇於表達她自己想要的 對啊 對 我說她發現 我從她小一開始 我就不用擔心她了 我根本不用去學校了 心童有沒有什麼解決的方法 讓過敏不要那麼嚴重 因為我女兒真的是大病小病 不斷地開學之後 那個維他命啊 平常都有在補充 後來我就聽我朋友講說 有一個 好像可以幫助改善過敏 所以我就立馬買了小朋友 吃的那種D3的DG 讓他每天補充 不過我覺得還真的是每天 出去曬曬太陽 運動流點汗 真的還是比較實際 對 所以假日我 我跟我老公都會盡量 把他往戶外 帶他去戶外走 騎腳踏車啊 流汗 我覺得這樣對大人的小孩 其實都是比較有幫助 對啊 運動的方法對不對 對 又釋放壓力 心眼呢 其實像我大女兒 她就是一個共鳴體質的小孩 因為像她開學之後 你會真的就是很明顯 她是鼻塞 鼻涕 要嘛就是咳嗽 就是呼吸道的問題 可是你知道她其實蠻自律 她會自己戴口罩 不錯 對 可是這麼大熱天 你知道她戴在這邊也濕疹 然後要嘛就是 她醒鼻涕醒到這邊都已經破皮了 好可憐喔 所以她會影響她上課 可是連睡覺她也會影響 對 之後呢 我就發現說 然後我就補充了這個東西 這個乳酸菌 小朋友吃的嗎還是 對 這是小朋友專門吃的 你看 我跟你們看一下 她大概 她其實 這有點像那個 糖果 對 她很像糖果 對 她很像糖果 妳可以吃看看 那是蓋片的 酸酸的 對 我現在就給小孩吃這罐乳酸菌 她是 很好吃啊 她很好吃啊 對 她現在她是 她是那個日本 很有名的那個 乳酸飲料的公司出的 可是因為像我們一般小孩 如果你只喝優格 或是一些起司的乳酸菌 你根本不可能 攝取到這種菌 然後這種菌呢 它是 其實是日本 非常非常多人在吃的 L92菌 對 乳酸菌 L92菌 這個是 是不是這個乳酸菌 真的對我們那個抗皮 你們要不要試試看 我們都會有點幫助 對 其實現在 在腸道益生菌 對於這個過敏的功能 確實是有 可是我們一般講說 為什麼我吃菌到肚子裡面去 怎麼會跟我過敏有關係 根本覺得很奇怪 原來是 70%非常多 因為非常合理 我們每天吃進去的食物 不見得完全無菌 對 所以我必須要在 布建重兵 才能夠抵擋這些過敏的東西 或者是細菌 所以那我來講一下說 這種益生菌之類 為什麼這麼好用 我們平常講益生菌 有四大功能 第一個是 剛剛排便不好 對 喝幼乳會有效 可是第二個呢 就是對免疫系統 會有幫忙 那麼第三個 它對於腸道代謝 對 有一點影響 最後一個是 跟神經傳導系統有關係 對 現在包括 有些小朋友 自閉症 用益生菌來處理 是喔 對 L922這個乳酸菌 還真的做過 很清楚的臨床研究 像這個是 異外性皮膚炎的病患 一開始的時候 有些吃到是安慰劑 這個是真正吃到乳酸菌 你看 第四週就非常明顯 它的症狀就整個改善 到第八週是更明顯 這個是屬於 異外性皮膚炎 那對過敏性鼻炎呢 很厲害 一開始吃的話它就 症狀就緩解下來 可是呢 我要特別是跟大家提醒 這邊一停用 所以我們做的研究也是這樣子 你這個 你只要吃到一種 這個菌確實是對過敏有效 就持續做 請你持續吃 不要斷 因為我們做臨床研究 發覺 停藥兩個禮拜以後 確實它 那好菌一降低 當然效果就沒有了 只不過我大概 因為剛剛這樣 好多媽媽的小朋友 對我過敏的問題 對 大部分都有 好像講說奇怪 怎麼這麼多人過敏 那在2001年芬蘭做過一個研究 它其實也跟益生菌有關係 它的做法是這樣 媽媽在懷孕最後的那一個月 假設她的這個小孩子的 她的哥哥姐姐 或者孕婦本身 或者是爸爸有過敏的話 媽媽從第一個月開始 好 那吃完以後呢 假如說她自己餵母乳 那這半年內媽媽還是吃益生菌 對 那假如不餵母乳 就讓小朋友吃益生菌 吃半年 那在兩歲的時候 看看說小朋友得到 異位性皮膚炎 到底盛行率多高 真正有做的這一組 比沒有做的那一組 下降一半的發生力 妳要早講啊 小愛就三個七歲了 才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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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經傳導系統會改善 好 現在到底可以嗎 不… 不報片 所以我要說 所以我要說的是 其實這益生菌還真的 調節了腸道的菌蟲以後 確實對免疫系統會有幫助 是喔 因為我覺得這個真的 真的很神奇耶 小醫生 因為你知道 我前面兩個都非常嚴重 異位性皮膚炎 是 我懷孕第三胎的時候 我是醫生 同一個醫生 莫名其妙突然跟我講說 你要開始吃益生菌呢 我想說前面兩個 他也都沒有叫我吃 忘記了 因為那種研究還沒出來 然後我就知道 這益生菌不是好事 我就吃 對 對 妳好棒喔 妳不講我還沒有想到 這件事情耶 可是其實像我 像我以前叫我女兒吃益生菌 乳酸菌這種東西 都是我說 你吃了沒 你吃了沒 每天都要提醒 可是她現在是 她每天跑來找我要說 媽媽 今天可以吃了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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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很好吃 她很好吃 因為我也不喜歡 給她吃糖果 所以她會覺得說 這個就是糖果 她覺得很棒了 然後還有一點很棒的是 她們有附這個 地圖貼紙 好可愛喔 很可愛 小孩子就愛這個 你知道貼紙無法無邊的這個 小孩子就愛這個 尤其你看她就從亞洲 她有數字嘛 開始貼 然後她還告訴你 這一次的是動物 所以她會告訴你說 亞洲有什麼動物啊 有什麼 然後你貼到哪一州 非洲有什麼動物 所以你會 除了教育 小朋友覺得說 我可以完成任務 用使命感 對啊 然後我就覺得很酷 而且她這個是葡萄口味 然後一天就是 好好吃 我一天就給她吃兩顆 而且熱量很低 我覺得這個擋不住 擋不住 擋不住 我剛剛目前已經做了四顆了 這個應該擋不住 但是重點是我女兒 真的有改善 很棒 因為她鼻涕的現象 她現在都沒有 她也不戴口罩 她也沒有這個 這個濕疹的問題 對 我就覺得說 真的是有用 所以其實像這些 乳酸菌的效果啊 就是孩子在那個 攝取的時候 是不是自己就是 有一些過敏原的話 就是那個 有沒有什麼特別要注意 對 我們當然說 益生菌一小 吃到一個益生菌是有效 像這個L9 或者這個乳酸菌是有效的 你就吃 吃好好吃的 六到八個禮拜 確實對小朋友幫助 可是前面還有一件 更重要的事情 要先查清楚喔 我通常是 像最近小朋友來 他說 早上棉被一掀開 就開始阿翔阿翔 溫度變化是一個問題 好塵埋喔 對 所以要不要小朋友在 這是一件事情 還有第二個 家裡的塵埋 你是不是都處理掉了 對 是不是地毯都不要有 沒錯 窗簾也不要有 所以就用這種 比較素面的 讓塵埋比較不會附著 對 還有它蓋的棉被 靠它最近的備乳 有沒有定期的 還是高溫的把它僵洗 這樣就不會有塵埋 對 所以一定要把過敏原先去除 這樣吃這個益生菌 才會效果加倍 所以其實像孩子開學後 就會有這些症狀 那其實爸爸媽媽都希望說 盡量避免這些過敏的可能性 那還有什麼好習慣 其實應該要養成 好 我們整理一下 今天的大概有個四點要特別注意 第一個就是 我們的規律作息時間 第二個 開學前如果是特別是那種 幼兒園換到小學 或者是你今天 除了換學校或換班級的 或是甚至反正你就是要開學了 都開學前都去學校繞一繞 出門至少到校門口那一段時間 這個過程是我曾經經歷過的 他會比較安心一點 再來口罩是一定要戴的 對 會至少可以阻隔一些 是起床之後還是要戴全天 還是 至少你知道這一段歷程 會有空氣污染或大馬路 或是今天要打掃 或是真的每天某一個時段 他們對面就在施工 那這些時候也許就 阻隔一下下 那因為戴口罩本身就是比較密合 但其實你的雙手可以做事情 如果你雙手事實上 現在沒有什麼事情的話 其實有些人會建議可以準備毛巾 那他本身是可以拿來擦汗 如果你在室內室壞的轉換 另外一個你遇到真的突然間那個 風一吹灰塵來了 你就趕快拿毛巾 但是一定要注意 毛巾是要隨時 或是每天都要清潔的 了解 過敏這件事情 當然我們會真的會影響到學習 所以其實我們今天沒有要 把整個過敏的情緒 而且過敏有很多不同 像剛剛丁寧 他的那個是小朋友是異味性比喻 那個處理方式 跟過敏性畢業的人氣喘 那又不太一樣 所以 根據你孩子的這個過敏狀況 去找到一條正確的路 那不管是比如說 幼稚醫生的網站 我的網站 我的書 大家很多專家的書 你其實看一看 方向都是很一致的 那你要有這個信心 如果的孩子過敏 但是一定可以控制得好 就是一定做得到 現在醫療是做得到的 那麼這樣這個狀況下 你的孩子學習 就不會再被過敏這件事情打擾 上課不會一直包混沌 對 不會因此的注意力分散 那這個都是我們能夠 指日可待的一個目標 不過現在真是開學的時候 很多小朋友跟家長 都在很緊張的時候 也希望今天這些 可以給大家一點意見 然後 有信心多一點關心好不好 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小朋友 小朋友 說大家掰掰 我覺得我有一個很大的心魔 就是有一次我幫小朋友 剪指甲的時候 他就哭了 因為剪到他的肉了 對 但是因為你知道現在 有點老花 對 然後又是覺得 小朋友真的是細皮嫩肉 那到底剪指甲 有什麼要當心的 而且是不是真的 如果不小心的話 小朋友很容易發炎 首先跟大家知道 剪指甲剪到小孩的肉 我發生過一次 他也發生過一次 我媽媽發生過一次 所以正常 幾乎每一個人 大概都會發生過一次 對啊 也不會有什麼事情 所以只要不要太誇張 大概感染的肌肉 可以低 了解 但是我們也能夠避免就避免 我想有一個重點 就是我們也不要 剪指甲的時候 剪得太乾淨 有的時候 我們會從旁邊 開始修修修修修 就像我們大人一樣這樣剪 對小寶寶來講 因為他指甲很小 所以有時候 你從旁邊一直修過來的時候 最後就是太短 太短有幾個缺點 第一個他會不舒服 然後小寶寶在那邊哭 不知道他會哭什麼 他只是不舒服 第二個是 那個指甲有時候就會 咬進你的肉裡面 就是他長的時候 長的時候就會卡在旁邊 有一個叫彈甲 或者是有一個 盪嘎的意思 因為盪嘎是已經發炎了 那還好啦 幸好小孩的這種盪嘎 或者是甲勾炎 不太需要像大人一樣 把指甲翻起來 而且因為他們都軟軟的 對 比較好治療 但依然會不舒服 而且會紅 甚至會有那種好處 所以原則上 我們不希望這樣的事情發生 最安全的第一刀 就是先剪平的 就是平的這樣一刀 這樣你旁邊的指甲 就會變成一個正方形的狀態 好 那這樣子 如果這樣子就OK了 但是如果你的孩子 會抓臉什麼的 那個尖尖的 那可能就會搞得 臉片皮淋傷 所以有的時候我就會先 直了一條之後 然後把旁邊這尖尖的地方 稍微做修整一下 如果小孩比較大 我就稍微用指甲要修整一下 小孩比較小 有的時候我就會磨了 把它磨好 把它稍微磨平 大概從這樣的一個方式 來幫小孩去剪這個指甲 那有些孩子他可能 醒的時候會抗拒得很厲害 那你也可以選擇在 他睡覺的時候 這個就是見仁見智 但如果睡著了 他知道你在幫他接著 餓死了 那也是很危險 對 所以原本上這些 每一個媽媽都曾經緊張過 但是這一切都是會過去的 不要太擔心 來接 是在哪兒 如果快點 因為眼睫著 不一樣 那麽 這次勉彙